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掌握 敢问你先请教图敏峰分析师 是的 每一次在重要的关键转折 我们都会留下一些证据 给各位来做验证 我相信在前两个礼拜 我一直跟各位讲 先不要 先不要 我们先观察一下 借倦卖出的状况 一直到这礼拜一 观众朋友们 我把我的研究日誌给各位看 你当天你看到的股票 就是台积电 加钱指数 联电 长龙 阳明 对不对 我会有没有写别的股票 没有吧 那我请问各位一下 从昨天到今天 涨最多的是什么股票 这是礼拜一 我跟各位讲的 我说上一次实施这个 从30%到10% 加钱指数是涨了26% 台币是升值的 我没有在预测未来 币值的走法 因为有关当局有规定不行 但是我拿以前的经验 来给各位看 观众朋友们 你有沒有看到连续两天 台币都是强升 连续两天台股都是大涨 可是礼拜一的时候 你有看到哪一位分析师 拿这张图给各位看 没有 没有半位 我在节目中 我拿这个给各位看 我说你看上一次 它是升值 加钱指数涨26% 你再去看一看 我上礼拜五 我写的三箭齐发 就在节目中 我讲的三箭齐发 你看现在准不准 其实礼拜一已经看得出来了 美元指数已经回落了 当时日间指数 恒生是极达 我礼拜一的时候 已经有跟各位 已经有在预告了 礼拜一我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主流仍是电子 重点在台积电 先不要炸我 你把这张图 我们就放在这里给各位看 虽然我对他 30条到20不满意 但是我还是写得很清楚 主流仍是电子 重点在台积电 你们可以回去看我 礼拜一的节目的那张稿子 我是不是写得清清楚楚 就是这样子写 当然连电我待会 也会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其实大盘怎么走 其实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对不对 这礼拜一的时候 当天的借券卖出余额 还多了6.7万张 我要讲一件事情 跟各位讲 这些都是未来的买盘 你先借券卖出去的 只要大盘能够顺利的往上攻 攻攻 这些就要补补补 它会让大盘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的呼吁是对的 看到那么高的一个借券卖出 以后这都是台湾股市的强力的买盘 我昨天是不是讲 美元指数又下来台币开始升值 其实一天都没差 我这张表真的蛮好 你们有空可以对照一下 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这样 有没有 我礼拜一是不是讲说 你看之前是升值 加钱是往上走 我拿以前的经验给你看 对不对 那是不是台币升值了 对 台币升值了 台积联电带领电子股大反扑 光辉十月好好把握 我讲得有够清楚了 当然昨天还是有多了2.6万张 你们就继续多 没关系 你到时候看大盘怎么涨 你看大盘怎么涨 那有人会问说 这两天涨好多了 对不对 你们觉得涨够不够 观众们 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下 问却调查 认为这两天已经涨够了 请举手 你如果觉得涨够了 你也不要看我节目了 因为我要拿证据给你看 还远得很 为什么 我们这一波是不是受 美股的影响下跌 对不对 各位同不同意 同意吧 当然美股它之所以会下跌 就是因为鹰嘛 那个老鹰 那个鹰嘛 鹰派嘛 对不对 他认为要打击通膨 他就是要不断地要 怎样 他要升职嘛 对不对 要升习嘛 一升就升三嘛 所以让美股下跌嘛 那我们是跟美股下跌嘛 但是我们有国安基金 对不对 你同不同意 同意 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 比美股更强 对不对 对啊 可是我如果给你一个证据是 美股比台股强 我们又有国安基金 那是不是代表 未来我们会涨得更多 这样逻辑各位清楚了吧 好 这叫美国的道琼 它上市的低点是29653点 在6月17号 有跌破现在重新站上去的 所以道琼有过了之前的低点 已经又突破了 然后它月线是30466点 它已经非常接近这条线叫月线了 这叫道琼 请你 我给你再看个五秒钟 这红K棒它已经站上去了 这是前低嘛 对不对 他们没有国安基金护盘 但是它又重新站回前低了 这道琼 我给它放旁边 我一个个给你看完以后 你就知道了 我们到底我们还没有上档的空间 这是不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之前低点是6月16号的 10565点 那现在位置在这里 它连跌破都没跌破过 没有跌破过 它前低没有跌破过 现在位置在这里 我再跟你看一下影响台股最深的 叫做废半指数 废半指数上这低点是7月5号 你就这样想嘛 台股的低点是7月12号嘛 它的低点是7月5号是2386点 结果它现在位置在这里 这个位接是2500点 昨天收盘收在2500 老早超越了2386了嘛 它月线在251 这就代表它很接近月线啊 也就是说 我今天拿证据给各位看 不管是纳斯达克 不管是道琼 不管是废半 它都已经过了之前前低 跌破又重新站上去 各位你看到了 你都看到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台股 你们觉得这两天涨好多了 我们上次的低点是13928点 请问来了没有 还没 那他们是 他们是原先的低点 已经站上去好多了 我们是还没有过 我们还有集国安基金护盘 你觉得我们还没有上涨空间 这样子跟各位讲你懂了吧 我们空间还有 而且我觉得还很大 理由就是原先带领的台股下跌的 道琼 这个费办 纳斯达克 他重新站上之前的低点了 我拿证据给你看了 我们还没站上去 何况我们还有一个国安基金的防线 如果用国安基金防线来看的话 是14194点 我这边又要再花一条线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要做什么股票 我们慢慢会跟各位讲 你们不要认为这两天反弹就够了 那是不是 果然重点就在台积连电 还有加个红海 台币连两升 我不拿我传真稿子而已 我一拿给你看 他就真的就是涨这些股票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们从历史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 他就必须这样走 所以我把之前上次 我们看到金管会 他针对这个借金卖出有调降 以后我们看到了台币真的是升值 我们看到了加钱组长26% 这一次会不会这样走 我们就拭目以待 代表我们的方向是我在节目中 我率先跟你讲的 我也验证给各位看 对不对 来 你看看 这叫台积电 我们这几天一直跟各位讲台积电 你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不对 为什么我在礼拜一的研究日子上面 写得有够清楚了 我就跟你讲重点就是在台积电 各位没话讲了 我是事先讲的 我不是说今天涨上来 我说你看吧台积电涨了 不是 我礼拜一就跟你讲重点就在台积电 那这是红海 红海很棒 你们如果觉得找不到股票了 我建议你可以布局红海了 因为红海它的季线半年线年线 纠结在这里 大概在107块附近 它站上去以后它就等于说 所有长天级的军线它站上去 这意义非同小可 以前我就对红海 我觉得它应该要长 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各位讲 既先扣底左下右上 今天它的表现我觉得不错 有那个氛围出来 跟这种方面 其实做股票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是 不能做的时候我们不要硬做 可是可以做的时候 你绝对不要不做 真的真的 我觉得有时候 超越电风节目你要跟看连续剧一样 我会有没有先讲 然后我今天为什么要把道琼 把纳斯达克把配办给各位看 就代表说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上礼拜这个时候没有人会跟你讲连电 我也不是突发奇想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 其实国安基金也好 或者是一些主管当局 你要重视到这个问题 事实上今年人家估连电大概7块多 我在上礼拜三的时候 9月28号连电收在362 我列出这么多项 我说它借鉴卖出太多了 这个是未来的火种 那天36块2 你们看一看它这两天的表现 借鉴卖出你看 余余还83万张 这是连电 其实连电已经出现导型反转了 我昨天是不是写借力死力嘎空 因为它是岛型 它就是岛型 现在已经更多的分析师支持我的看法 认为连电是岛型 连电真的是岛型 它借鉴卖出余还高达83万张 岛型向上 昨天外资也买了 投信连续26天买超 它现在在月线附近整理 连电 连电你要特别注意 我讲在前面 我不是看说这股票涨上来了我才讲的 当然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一下就拉涨停 你们知道哪一档股票吗 我八月份的代表座 很奇怪 我要嘛就不讲 我一讲 它第二天就会涨停 你们是不是很期待说 最好你的股票 我在节目中讲 第二天它也会涨停 如果你一直觉得 那么神奇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服务专线 你可以梦想实现 因为最近我在推 梦想实现专案 这股票没有那么难 不能做的时候我们不要硬做 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我做股票我讲求的就是 稳中求胜 我绝对不会勉强我自己 你看节目也不是一天两天 这是八月份 我当时我讲的 高利嘛 高利 高利 八月份的高利怎么涨的 71块5开始 一直涨到124块 我说短线不要再追了 有没有 我列出一个绩效表给各位看 高利总共涨了73% 从71块5到124 我说短线不要再追了 当时跟你讲短线不要再追了 先不要再追了 这应该是9月2号了 但打太快 12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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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追了 当时我说不要再追了 那我昨天是不是又拿出来给各位看 有 你昨天有看我节目吧 应该有看吧 你们会收看超越巅峰的 不会跳着看吧 你如果不相信你 你再吊带 你再回去看我昨天我会有没有讲高利 他再创历史新高 我跟你讲股票不需要每天讲 你重要的时机点 讲出来就好了 就像不能做的时候 我一直用借券卖出 也跟各位讲说我希望有关当局要注意 我是不是上礼拜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 跟你跟大家再探讨 对不对 军港会该怎么做 央行 对不对 央行也不错 也拿出办法出来了 然后当央行也做了 军港会也做了以后 国安基金就更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那当他们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就照以前的做法来做就好了 在前年的时候那时候 他实施 也比较限公立 他就把30%调到10%的时候 台币是不是升值了 对啊 那加钱值数是不是涨了26% 是啊 所以我才会礼拜一把那张图给各位看啊 很多人会觉得怎么可能 台币一直一直一直在扁怎么可能升 我不能够预测币值的走法 我之所以礼拜一会拿那张图 我是拿以前的经验给各位看而已 所以古市的经验法则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你了解这个经验法则的话 你就不会误判情势 我相信你看那么多节目了嘛 对不对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哪一个分析师 他对于未来的这个这个 趋势是怎么研判的 最起码我尽了我该尽的责任 因为我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拿这张图给各位看 我说上一次是升值的 交据的都是大涨的 那你看这一次会怎么走 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起码我拿数据给你看 的确这两天好像照着剧本在走 其实我也蛮开心的 其实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也创了近期的波段的一个高点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 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技术分析 不断的去贯彻 对不对 你像这档个股 当时也是七月份代表说 到今天都还创高 211块5毛开始上涨 又加了一个除息6块钱 总共涨了38.3% 8月9号那一天 277.5收盘 我们当时在教学的时候说 所有均线向上且站上 50周以上黄金交叉 这叫做日线 这叫做周线 我说周线它是50周以上 黄金交叉出现55周的时间转折 这叫做月线 我说是第13个月的时间转折 月KD才刚刚黄金交叉 这档股票叫字房 其实经过这一段岁月 虽然是大盘一直在震荡 你可以看到它真的是蛮强的 因为头信一直在买 而且卷值比也蛮高的 我也没有辜负各位 这是昨天 昨天 这是今天 你也看得很清楚 真的是算蛮强 我再给你看今天 礼拜一礼拜二我再看你可以看 你看它是不是又接近两 对你看看 今天又来到290亿了 强势股就是这样 头信连续19天买超吗 我只让你了解说怎么做股票 其实有些股票基本上它之所以会那么强 就是因为有基本面 那头信也有买 那我刚刚也跟各位讲了 其实你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跟各位讲 你先不要做 先不要做 之所以不要做的理由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借券卖出 真的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 可是金管会还没有动作 虽然央行已经宣誓了 他不会管制 但是我们也偷偷的跟各位讲说 我们外汇存体是全世界第四名的 我们可以偶尔干预一下 让台币不要怎么样扁得那么快 所以果不其然 在金管会 在星期五 虽然我觉得还可以更重一点 但是依照历史的经验法则来看 也的确让台币这两天是 强烈的升值 也让加全指数这两天 让各位看到一些曙光 所以观众朋友们 这个很重要 我的YouTube 我还是持续的跟各位讲 你可以加入我的 Lighter 小老鼠Good 188 你可以打Good的小老鼠Good的188 加入Lighter 我说过有任何问题 我尽量的你有加入Lighter 里面有任何问题我都会答复你 你看看谁会做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有没有价值连城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借券卖出台币贬值 当这个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皮球压得越深 未来弹得越高 你今天有没有感受到 那个皮球压下去 快速弹升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弹得很高了 对不对 借券卖出台币贬值 是不是皮球压得越深 未来弹得会越高 你已经感觉到了 所以我说其实 成功的人 你要勇于在对的时机出手 我再次强调 成功的人 你要勇于在对的时机出手 之前我是在鼓励国安基金 我现在在鼓励各位 因为这个时机真的是非常好 我刚刚也给各位看了 不管道琼 纳斯达克 或者是废办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他们已经重新站回那个低点之上了 我们还没有 代表我们的机会更大 所以我一直不断地跟各位讲 所有能让你变得更好的选择 过程都不会太轻松的 上礼拜 上上礼拜 我们已经忍受过那种煎熬了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 我拿研究日子给各位看 我说就是由这些全职股台积联电 这些股票会带领的各位 往前冲 也果不其然 所以在这光辉的十月 我要帮助各位 完成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实现的超值障碍 你可以利用广告的这个时间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洽谈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亭娟 好 那么更多超车 今天广怀居再请托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超越巅峰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托老师 可以做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勇敢地去做 想不想要像有高利这种股票 想要有类似高利这种股票 其实很简单 梦想实现超值专案 跟着我一起操作 我相信你们看节目有那么久了 你知道我的个性 不能做的时候 我宁可在节目中跟各位分析说 未来什么机会会反弹 但是可以做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 我就把当时 金管会有的措施以后 台币会升值 加钱组长26%的那个经验法则 已经跟各位讲了 那你也看到的确台积电也涨了 连电也涨了 鸿海也涨了 甚至于高利今天又涨停了 你要享有类似高利这种涨停的股票 很简单 我这个梦想实现的超值专案 你可以利用广告时段的服务专线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因为这真的可以帮助各位 因为你一定有很多很杂的股票 我们借由这个梦想实现这个专案 我们把你的股票如果不好的 我帮你派若留墙 尽量找到类似高利这种 会涨停的股票 梦想实现超值专案 跟你来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请你观众朋友老板 公司首席借分析之各表 在证券我们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是要请共产潮 投资人要审慎自付投资风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